C450 AMG 4MATIC 嗨 C450 AMG 4MATIC 那阿強你覺得這車怎麼樣 我不知道我以前開C350 然後現在開C450 可是不一樣的是 這次他說C450 AMG 4MATIC 我就很好奇 我就弄這台車來玩玩看 開起來感覺跟以前的C350 有很大很大的不同 那你覺得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最大不一樣 他的Tor 他的Tor 他的Horse Part不一樣 他的整個Body Shape也完全不一樣 以前的C350感覺是一個就是 C Class 然後Luxury 然後坐起來開起來很舒服的一台車子 C450 C450 有點不安分的感覺 他不單只是那種小小的轎車 坐起來舒服 你想要Performance也有Performance 你想要那個Body Look也有那個Body Look 你覺得載車對你來說最Impress的是什麼 最讓你驚豔 最讓我驚豔 最讓我驚豔 我覺得 給我感覺是重新認識 Mercedes這個牌子耶 對 因為我覺得 很大很大一個轉變 因為它整個 重新設計過 感覺很年輕 非常年輕 這個Engine怎麼樣 這Engine啊 我還蠻喜歡的 只是說 畢竟它不是一個純正的AMG 我們都知道 純正的AMG 有個 mechanic的 technation的那個 那是純正的 可是這 畢竟沒有 它不是 它是有AMG協同類 對 可是它只是經過AMG機制的調少 那你覺得這個跟63 我們差別 差異 其實我覺得0到61個多少 一個4.7 一個4.1 起步 差不了多少 可能就3way上 高速的時候 會有差異 畢竟一個6缸 一個8 那我覺得 我們一般人看 應該也開不出來 好 開不出來 開不出來 一般開Loco 開瞬間加速 是沒有差異 沒有什麼差異 所以我在想啊 能不能讓人家說 開Loco 可以開到 一樣 感覺出來 跟那個 C速的差異 開不出來 我覺得 鍵盤 鍵盤測手 我覺得這台車 跟你以前的 實際上 有一點風采 門啊 這裡上面 印表板啊 方向門上面 都有一些紅色的縫線 就感覺就 很曬色的感覺 然後你看這些 冷氣的出風口 有沒有 以前早期 就是一般的冷氣出風口 現在給你改真 設計得像 有點像 你飛機那種 那種出風口 對啊 就 換人一新的感覺 不一樣 你咧 我覺得 我覺得是它的內裝啊 現在它 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 是這些中空檯的內裝 你都可以自己配 配顏色 然後再來是 椅子的部分 我覺得它 跟以前普通 MVTACS 現在改成哪怕類型 我覺得差很多 然後 空間 空檔好像差不多 空間方面 我覺得好像差不多 跟以前差不多 但是最特別的是 它現在的窗戶 安靜程度比較好 因為 它現在玻璃換成 裝成玻璃 哇 這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台車 跟以前的車 最大的差別就是 它這個中控台 可以讓 Driver 車主 跟開車的人知道 車子的設定 然後也可以按照 你個人的喜好 比如說 你可以換你自己 裡面的 Embition Light Color 你可以讓裡面 中控內飾的顏色 改變 然後呢 你可以調 燈光明暗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調到 很亮 也可以調很亮 現在很厲害的是 它竟然可以調整你的 安全帶 你的安全帶 竟然可以調整到 適合每一個 Driver不同 然後它也有 記憶的功能 我覺得這是非常 現在這個做得非常好 那再來是 我覺得它的 System Setting呢 我不知道這台車 現在 有了 現在有 中文了 我覺得這跟舊款的車 最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竟然可以用 中文來 來介紹這台車 這是 我覺得這 在車子方面 是一個很大的革命 那至於說 其他像 導航啦 收音機啊 Media 我覺得這些東西 上一代就有 但是它現在把它 傳承下來 然後發揚廣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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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四驅的嘛 那個過彎的感覺 我其實覺得 比上一代好很多 我覺得這個車 是蠻結合駕駛樂趣 跟一個日常生活中 建議用的車 因為 它要安全 有安全 要舒適有舒適 要速度有速度 要 開的感覺 也有開的感覺 那其實 這台車跟63比起來 價錢的方便 我覺得都 還蠻可以接受 畢竟 它沒有 63那麼的貴 不管在 維修啊 保養上面 都還蠻平靜的 0809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會開 C350 Yeah 那這是我前台C450 其實感覺差蠻多的 C350那時候 可能因為 也比較久以前 所以感覺 車子的 內裝 跟它開起來的感覺 是比較像 歐斯科的 Mercedes那種感覺 一樣舒服 可是你沒有感覺 動力方面 或是那種 開起來 沒有這麼過癮的感覺 那 Interior Design也不錯 可是新款的 可能我不知道 Mercedes可能換個 Interior Designer 或什麼之類的 給你感覺很 很Surprising 因為 像它這裡有個小失蹤 雖然不是IWC 像S Class那種感覺 可是 它就會用一些東西 來替代 增加它的質感 那動力方面 我覺得 它的整個車型 也做得比以前的車子 還要 年輕的感覺 對 包括車子包覆性 這些 紅線 縫線的東西 對 然後它這個出風口 以前就是很regular的出風口 現在給你做的 像那種 飛機的那種出風口 那種感覺 就給你感覺是 有一種快然一新的感覺 好像你重新認識 一台 不同的品牌 一個不同品牌的車子 我想 FreeWay跟Local 一蓋二十五個 Combine 它三百六十二 三百八十十的牛力 我覺得 以一個六缸 雙渦輪增壓的車子 它真的是做得算不錯的 不管是它的質感啊 內裝啊 以及它的 動力分配啊 而且 它最印象的是 你可以調成 前 前二十七 後三十 後六十七的 等於是三七的動力分配 所以 讓你有 雖然是四驅車 可是讓你開起來 有後續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是在 新的 技術上面 非常大的一個突破 已經顛覆了早期 我們對 四驅車的一個感覺